原调题 清朝为什么将西域改称新疆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 对新疆长期通称为西域 自从公元前六十年 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东户以来 新疆始终是祖国领土的 新疆各民族人民都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的成员 继汉书西域状和后汉书西域传之后 我国公司著作中军有了关于西域的大量记载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个传统的西域的概念 实际包括着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或地区性政权直接管辖的地区 另一部分则指的是外国 对前者我们称之为狭义地西域 对包括后者在内的西域 我们则称之为广义的西域 如在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若枪 善善、浅、浅墨、小碗、京爵、熔炉、汉米、曲梨、曲乐、余田、皮山、西域、土梨、伊奈、沙车、书乐、胃头、沐木、温宿、秋瓷、玉璃、烟席、乌孙等等 都是西域东户管辖下的行国 以游户为业和居国以定居的农业为生 他们虽名之为国 但都是西域政府统治下的国中之国 以及地方政权 这正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 自义长、成长、军、监、立、大陆、百长、千长、渡位、且徐、当户、将、将至侯、王、接配汉印寿、凡376人 至于西域多部管辖以外的一些国家 则指的是外国 这也正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 而康居、大跃士、安息、知数 皆已绝缘不在处中 其来贡献则相语报 不督督总领也 这也就看出 在汉书西域传中 把中国与外国的界限 是划分得清清楚楚的 在近代的我国史学著作中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 认为西域有二义 侠义专指聪领也东而言 广义则指凡通过 侠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它的主要缺点在于 为 有分清楚历史上 中国与外国的界限 在历史上 我国的疆域是有变迁的 譬如 汉唐两朝所管辖的范围 也都包括聪领以西的地区 虽然在目前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足自治县以西的地区 已经不是我国的领土了 但是为了如实地产明历史 对我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我们还是应该正确地加以论述 二清朝统一新疆之后 曾一度数名定用 西域 西疆 西锤 新疆等四个名称的使用 吕建宇公司著作与公文之中 如 西域图志 西锤要略 新疆实略 等呢 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 就一直通用新疆一名 而不再使用西域 西疆 西锤等名称 这中间的历史原委 需要加以说明 清朝入关以前 他所统侠的疆域 仅限于东北地区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 将他所统侠的版图的几个地区 均层一度称为新疆 图称云南乌蒙地区 贵州前东南古州一带 贵州安顺与镇宁府 近一带和西域等几个地区为新疆以外 还有一个被称为新疆的地区 即四川大渡和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 从整个的中国历史来看 西域连同四川 云南 贵州等省的一些地区 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都是中国的旧江 清朝皇室所以把他们明知约新疆 只是由于他们对清朝皇室来说 是新统治的地区罢了 那么 在新疆建省之后 为什么废弃了西域 西江 西锤等名称 而通用新疆这一名称呢 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自从近代以来 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大肆侵略 对我国的领土贪婪的惊吞蚕食 对地处我国西北边疆的新疆 沙俄和英国的侵略犹为嚣张 1865年 浩汉国的爱国白匪邦 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 侵入新疆 侵占了我国天山南北的大片领土 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的伊犁地区 在这个国土被蹂躏 人民遭涂炭的严重时刻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 清朝政府派出了 以左宗堂为统帅的大军 着手收复新疆 在新疆各族人民丹石湖江 配合作战的积极支援下 清军于1878年彻底消灭了阿古白匪邦 并于1882年 迫使沙俄侵略军撤出了伊犁 这是我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 并取得胜利的重大历史事件 值得大书特书 值得赞颂欧歌 继我国侵代著名学者龚自珍等人之后 左宗堂曾积极主张建立新疆省 以巩固边防 抗御外国侵略 这个正确的主张 终于为清朝政府所采纳 左宗堂在1882年给清朝政府的奏义中 曾提出了他独逼处 故土新规的论点 这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 为什么叫做故土呢 因为自汉堂以来 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 为什么又叫做新规呢 因为是新从沙俄和阿古白匪邦的魔爪中收复的师弟 在故土新规的历史条件下 建省后统一用新疆之名 而废止了前词使用的其他名 称 石涵有深意 有着收复师弟的纪念意义 有着驱逐了外国侵略者的纪念意义 因此 在热爱祖国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心目中 新疆这个名称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名称 是一座富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封碑 三沙俄 英国对于他们在新疆的侵略活动的失败 是并不甘心的 在新疆建省以后 他们还多次进行过侵略颠覆活动 都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为了配合其政治、军事侵略 沙俄和英国侵略者 对新疆还进行了猖狂的文化侵略 伪造历史 小波罗国民族关系 妄图破坏我国的统一 使他们惯用了伎俩 沙俄和英国的御用学者 以及他们所豢养的走狗 对于新疆这一名称居心险恶的歪曲 就是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 他们胡说什么 东土耳其斯坦基新疆自古以来 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自从清朝占领新疆以后 才变成了清朝的殖民地 因为是清朝新占领的地方 所以才被称为新疆 这一类企图惑人心的谣言的编造和传播 并不是由于对历史之事的全然无知 而完全是出于侵略扩张的阴谋诡计 远在公元前新疆就成为了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虽然在历史上 新疆曾经出现过一些割据一时的地方性政权 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喀拉汉朝 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权 其历代汉王的名字之前 多冠以桃花十一纪中国 当时他们还把中国分为三个部分 把南宋管辖的地区称为上中国 把契丹所管辖的地区称为中中国 把喀拉汉朝所管辖的地区称为下中国 这个实力足以说明 即使在当时全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条件下 喀拉汉朝还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都民族的国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 造成了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牢固关系 在我国近代史上的各种矛盾之中 帝国主义与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 乃是最主要的矛盾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地处边疆的我国各少数民族首先深受其害 为了反抗侵略、保卫国家 使我国各族人民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 新疆成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一个铁的客观事实 宛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是任何谣言都抹杀不了的 外国的殖民者及其走狗 在新疆二字上所编造的一切谣言 到头来都是枉费心机 只能说明其心劳日处罢了 清朝前期 新疆的军政首脑伊犁将军所管辖的地区 比现在新疆的面积大得多 这是因为有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沙俄侵占去了 根据不平等条约被侵占了的土地 我们承认这是历史上造成的继承事实 但是作为史学工作者 对这段被侵略的历史 当然还是要讲的 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 四沙俄和英国这两个老牌的殖民者 为了拼凑开拓殖民地的思想武器 曾在新疆二字上大作文章 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特别骇人听闻的是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 在一个大国的书刊广播中 居然还在喋喋不休的 重复着这个早已破了产的蓝言 这怎能不发人深思 历史是伟大的教师 中国各族人民 在一百多年的反帝斗争中 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 对于侵略者的谋论领教的够多了 时宜是迁 今非昔比 谣言世家应该明白 在旧中国尚且完全都受不了的侵略谬论 在新中国是完全没有市场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